有最新的研究警告 传播登革熱的蚊子 在亞洲部分的地區 对杀虫剂的抵抗力越来越强 如今一般的杀虫剂 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只能消灭7%的蚊虫 紧急需要新的方法来控制它们 每当蚊子大量出没时 卫生单位就会喷洒杀虫剂 消灭害虫 但日本科学家最近调查了 亚洲几国以及非洲加纳的蚊子 发现蚊子对除虫菊 类的化学药物已经有极高的抗药性 柬埔寨已经有超过九成的埃及斑蚊 有极高抗药性 有些蚊子品种有1000倍的抗药性 先前只有100倍 代表如今杀虫剂只能杀死大约7% 即便是10倍的强剂量 也只能杀死三成的超强抗药性蚊子 科学家也补充 虽然在柬埔寨和越南的蚊子 抗药性极高 但加纳印尼和台湾部分地区的蚊子 相对比较容易受到化学药品影响 特别是较高激烊的时候 专家认为除了积极清理会让蚊子繁殖的地方 还需要考虑比如打疫苗等其他防护手段 另外在气候变迁的影响之下 蜜蜂数量越来越少 美国最近有条件批准了首款蜜蜂用疫苗 像受粉蜂群可以抵抗传染病 这款疫苗不需要帮蜂群打针 而是采用口服的方式 让蜂羊吃进含有疫苗成分的蜂羊乳 使得幼虫在成长过程就具备 这款疫苗不需要帮蜂群